这个世界上有个名匹神秘的色号 他们不能用豆沙色 奶茶色 吃土色 这种平平无奇的形容词去概括 但是就是能够让你们欲罢 甚至平稳来不及回 不惜私信轰炸我要色号 这类颜色我愿称之为食物链钉端色 于是今天食物链钉端色号大赏 第一个 黑涂灵酒 这个色号啊真是美死了 就只要我一涂就有人闻 一涂就有人闻 就搞定我都不敢涂了你知道吗 就生怕自己回去不过来 它是一个生人不尽的紫灰色 纯雅光雾面 涂上的感觉就是你这个人啊 就不太爱说话 然后就是那种泰山压顶的压力 我真的是太爱这种感觉了 因为你们知道过 这个人吧 平时就是什么啊 我就是个画廊 就有的时候吧 就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所以我的照片自拍啊什么的 都看起来还蛮像个人的啊 这根我是从去年冬天 就一直涂一直涂涂到现在 然后就直接涂了两根 太绝了 第二个 黑涂唇泥12 这根被问的次数是仅次于上一根的 它是一个纯正的巧克力色 其实是会比上一个人要更难驾驭一点 那实在是太宗了 所以说黄黑皮涂上去可能会 有一点不太显气色 但是它就是那种 性感低沉烟嗓的坏女人 才会涂的颜色 就属于那种嘴角一勾 就把你的魂勾没了的那种 就真的是太郁了 黑涂唇泥啊 真是YYDS 就从调色到它的质地 就是没话可说 接下来 奈基子的一个耶耶曲奇 就是我最近刚买了啊 就是一涂上我就尖叫 就给你们看一下啊 它都已经被我挖成啥样了 这个颜色就是那种 经常请你吃饭的漂亮姐姐 在请你吃饭的时候会涂的颜色 知性十大题 赚得多还对自己好 但就是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让人捉摸不透 就像这个色系 让人归不了泪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那种 点酒色 总之就是超级显摆 最后一个 Girl Come的口吐芬芳 这个颜色啊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真的是好看到让人口吐芬芳 蓝调野玫瑰 正宫般的冷艳高贵 就是首次绿茶的大女主色 就这个颜色就没什么可说的 就自己感受吧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拽捷主题 评论告诉我 记得擅长吧